国内知名牙医联盟 ABC牙医联盟 4月份才被爆出涉嫌聘用密衣 诈领健保费 现在又传出涉嫌逃漏税 达上亿元 高雄检调12号兵分多路 分别前往该联盟旗下诊所的 38处进行搜索 带回了负责人谢姓兄弟党 还有分院院长牙医师等 30人到案 其中有13个人被列为被告 谢姓兄弟党分别以 1000万元还有500万元 交保护船 来到ABC牙医联盟总部 诊所正常运作 在台湾和亚洲 共有20多家分院 堪称是南部最具规模的 牙医诊所 4月被踢爆 拼用密衣诈领保险费 现在又传出涉嫌逃漏税上亿元 如果有这样当然是不好 我是觉得 我在看那个医生 看起来还OK 民众照常回诊 似乎不受影响 但其实在时候 高雄检调兵分多路 中所甘联盟旗下的诊所 医师住所共38处 查扣账策 健保核销资料 报税单据 并传唤医师助理会计等 三神盗案 其中13人被列为被告 创办人和董事长 息息兄弟党 分别以1000万500万元 交保护船 其他其余诊所的院长 和组织医师等等 也以20万至200万元交保 任相关涉案 人设有违反税捐 激生法制 诈迦逃漏税捐 洗钱防治法制 洗钱等罪嫌 犯罪嫌疑重大 但无羁押之必要 分别预知以20万元 至1000万元 不等资金额交保 冰的时候或者刷牙的时候 觉得会很酸 其实他不知道 这个就是敏感性牙齿 ABC亚裔联盟的冲办人 过去在地方伤到的活药 现在转为低调 媒体制定给他没有接电话 仅透过联盟罚处的声明 现阶段相关的案件 正在司法调查中 基于侦查不公开 目前不对外回应 明依兄弟卷入了 桃落水风波 全案后续检察官将 持续追查 就往孟田王超群 选择高雄的采访报道